8月16日馬來西亞內閣宣布辭職 這個令受到經濟疲遠和疫情困擾的國家陷入領導危機 今年74歲的原任總理穆希丁將繼續擔任看守總理 直到任命繼任者為止 他在星期一會見了馬國國王國王接受了他的辭職 並表示不方便在疫情期間進行重新選舉 穆希丁去年3月上任在任17個月以來 中共疫情引發社會動蕩與經濟衰退早已面臨下台呼聲 但是穆希丁的辭職也為該國政局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恐對抗疫及重振經濟形成更多障礙 馬來西亞至今年2月至7月因疫情封城半年 但是疫情未見趨緩 每百萬人確診率與死亡率在東南亞各地當中最高的 有已經是有意思了 胡畢哥,你才能是在地底下 從何而言得最高的 也不一定確診率 也不一定確診率 我問我真的把它開動了 行動蕩 頂張一封 感谢观看